還是一樣熱烘烘的天氣 來看到今天台灣 仍然在太平洋高壓的西側 由於沉降左右的關係 無法壓制大氣 潛在不穩定度的釋放 近山區午後 要提醒你有對流發展 而且會擴大到 鄰近包括了平地 以及部分的山區 都要注意的是 局部會有大雷雨的威脅 要提醒你外出 一定要攜帶雨距 在溫度上依舊是高溫炎熱的天氣 整個西半部普遍是35到37度 而東半部大約是32到34度 高雄跟屏東沿海空曠地區 會有比較強的陣風出現 七向署針對了14個縣市 發布高溫資訊 當然南部地區還是最熱的 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橙色燈號有38度 極端高溫出現的紀律 另外雙北中張投 雲家還有花東會連續出現 36度高溫的機率 七向署也針對包括了桃園市 在剛剛發布了黃色燈號 要提醒防曬補水 千萬不要中暑了 在降雨的部分變化來看到 在中午過後 我們要提醒的是 西半部還有各地的山區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雷震雨 短時間內的降雨強度較強 伴隨雷擊閃電 另外中南部跟山區 也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從明天週四開始就開始吹東南風了 北部午後雷雨就會趨緩 雨時會集中在中南部 還有各地的山區 至於到了週末 太平洋高壓勢力強 全台繼續一路熱 週末的雨時會集中在南部 還有中部以北的山區 同樣午後也會有局部 較大雨時的發生 接下來來關西 各地的詳細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北部 溫度是27度到35度 再來這是中部溫度是26到35度 南部地區的溫度是27到36度 東部26到34度 至於外島是27到33度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電視頻